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能够一起来聊聊天 我是陈凤馨 非常高兴在中午能够看到大家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这个话题 是过去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有三件事情 其实都跟未来的碳排放 跟你我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同时发生 那它当然其实从不同的角度 然后去看待气候变迁这个议题 那也随着气候变迁 被所有的人越来越认识越了解之后 那么走向叛中和这件事情 已经是势在必行 无人能挡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那么这三件事情是哪 三件事情 其实它是不相干的三件事情 但是你把它放在一起来看 你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 联合国气候变迁委员会 他们发布了第六份 有关于气候变迁的专家小组报告 这份报告跟过去的五份报告内容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当然都说明气候变迁 对于人类社会的冲击有多么的严重 然后希望能够经由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然后让这一个地球升温的速度 在2100年之前控制在2度C以内 不过这一份报告 第六份AR6呢 比前面五份报告是更加的悲观 它的悲观来自于 第一它现在呢认真的承认 其实要达到升温2度C的目标 恐怕是做不到了 那么甚至于呢 可能会在2030年 也就是在未来十年之内 地球升温就会达到1.5度C 其实地球已经升温1度C 我们今天所有看到的 全世界气候异常的所有现象 不管是热浪 动辄其实在北半球 你看到很多纬度非常高的城市 出现40度50度 甚至于出现70度的高温 这些现象未来不但会更常见 甚至于它可能会温度更高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包括了雨水 所有的雨水 它会更集中在很少数的时间 然后急剧的降下来 所以那一种极端的急剧降雨 比如说像台湾而言 我们非常熟悉的 在莫拉克台风的时候 三天三千毫米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记录 但未来它很可能会被打破记录 你可以想象 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岛屿 去承受三天超过三千毫米 甚至于可能到三千五百四千毫米 这样子的一个惊人记录 其实台湾任何一块土地 都承受不住 但是这个在未来 其实越来越可能出现 当所有的雨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急剧的降下的时候 它也就意味着 它会有更长的干旱期 那么同时呢 它也就意味着 所有的人类的调适的方法 都必须有急剧的改变 好 这个呢 是这份报告里头开始 呼吁全世界 去认真的面对 其实气候异常已经出现了 除了我们努力的去减碳之外 其实你只能去面对 去调试 改变你我的生活 那么这份报告 对我来说 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呢 有了这一份更加明确的证据 它就会使得各国怀疑 这个气候变迁的 所有相关科学诉求的人 它会变成更加的少数 而就会使得各国有更强大的压力 它必须要在未来的30年之内 或者是40年之内 必须要达到碳中和 也就是我现在所使用的 所有的能源 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服务 它的碳排放 跟我所买下来的 我可以对地球的这一些减碳 所做的 甚至于捕捉碳 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加总起来 必须是等于零 走向碳中和之路 在未来各国各个产业 各个产品 它都会变成一个明确的趋势 这个明确的趋势 其实等不到AR6的报告 我们再看第二则 很重要的新闻 那就是呢 苹果最近呢 给了一份公告 这一份公告呢 要求它所有的供应厂商 必须要在2050年之前 完成碳中和 那你说2050年还久啊 现在是2021年 还有29年 这个时候的公告 什么意义 no 它不是只有一份公告 说2050年 我设定的是碳中和 其实它每一年 它都设定了 它减碳的目标 最终才能够走到 那个碳中和的那一条路 所以所有跟苹果相关的供应链 那么在台湾按照商业周刊 它最近最新的这一期报道 他们的评估 台湾跟苹果有关的 直接的间接的 间接的间接的供应链 其实多达了143万家 你说怎么可能那么多 我们看每一年 苹果公告的这个供应链加速 不过就是几百家 怎么可能有一百多万家 你要知道 每一家的供应链 这是直接相关的 而这个供应链 它内部的所有运作 比如说影印机 然后影印机里头的纸 比如它里面的办公器材 它的用品 然后包括了它的员工 上下班的碳足机 通通必须要揭露 所以它影响的是 生活百业当中的 所有各个行业 你能想象的出来的 所有的行业 通通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就不要做苹果 生意就好了 这当然是一种想法 但是苹果的这一份公告 如果再加上联合国 我刚刚所提到的 气候变迁小组 IPCC AR6的这份报告 你觉得这会是只有苹果 未来要要求做的事情吗 Benz不会吗 Nike不会吗 Adidas不会吗 每一家公司都会 而且每一家公司 都会承受它的消费者 极大的要求压力 而必须揭露它的碳足机 同时列出它的碳中和目标 而且每一年都必须要 揭露它的碳足机报告 所以它不是只是 苹果供应链的事情 它是在台湾所有做生意的 大大小小的公司 全部的公司 他们相关的这些事情 那每一家公司 必须要做到 多么的认真努力 才能够达到那个碳中和 这一期的商业周刊 其实有很完整的报道 我在这边不去猎人之美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一期的商业周刊 我在这边简单的来说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就是我每买一样东西 它都必须揭露它的碳足机 所以一家供应链 它必须把它大大小小的 所有的运作 全部计算出它的碳足机 并且完整的揭露 而且只有根据这个完整的揭露 一方面它可以去跟苹果公司交代 而二方面呢 它也可以根据这份揭露 它比较清楚知道说 那我到底应该要买多少的碳 就是我必须要在碳碎 这个市场当中 我去买多少的这一些减碳努力 不管是用重数的方式 或者是用其他的努力的方式 所以碳碎市场 未来会越来越活跃 当我必须要把我所有采购物品 通通都要揭露碳足机的时候 所有被我采购的厂商 它也要去做同样的工作 它就是层层层层的 像涟漪一般的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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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它的影响范围 好 这个是苹果供应链 它所揭露出来的是 未来全世界的产品 全世界的品牌 每一个做生意的人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我们可能进足的是 成本降低的一个竞赛 那也当然有很多的竞赛 是属于技术的竞赛 我的技术比你优良 CP值比你高 然后我的品质比你来的稳定 但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 碳中和的竞赛 每一家公司它都必须比赛 我怎么样去用最有效的方式 最低的成本 去降低我的碳足迹 而让我的碳中和的成本 可以降到最低 这就不是只是 一家公司的努力了 也不是一个产业的努力 其实它就是一个 国家地区的整体努力 因为在碳足迹的背后 最大最大最大的来源 其实就是电 电所能够带动的 这一个相关的 这个碳足迹 比什么都还要来的大 那么在这个Bill Gates呢 他所写的就是 那么如何去应对气候变迁 这件事情的这本书里头呢 它其实有很明确的数据 告诉大家 每一个产业 其实它要如何的去面对 碳中和这个趋势 其实全世界碳排放最多的是制造业 第二名其实才是能源产业 然后虽然我们讲说 制造业是碳排放最多的 但制造业的碳排放当中 其实有相当大的比例 就是来自于能源 因此你的能源 如果没有办法做到低碳 甚至于是零碳 你就会逼迫你所有的厂商 在全世界的碳中和近债当中 你是趋于落后的地位 所以我最后这边要来谈的 最后这一份报告呢 是UNECE 它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所提出来的一份技术报告 乐腾腾的一份报告 就在这个礼拜才刚刚发表 这份报告呢 就紧接在IPCCAR6后 然后发表 在这份报告里头呢 它明确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排除核能这一项能源的话 那么你永远不可能实现碳中和 它的标题就下得这么明确 你不要以为只是绿电 你就可以达到碳中和 他说No 不可能的 你如果排除了这个核能的话 那你就不可能做到碳中和 这份报告里头 它有很明确的一些数据 然后有很明确的一些技术途径 以及一些相关的这些研究 那么我这边不去赘述它这一份研究的结论 为什么是如此 当然它是欧洲经济委员会嘛 所以呢 它对于欧洲这个区块 它的整个的经济发展 以及所有的这些碳中和的努力 它的关怀度其实是最高的 它所关切的这个欧洲地区 到目前为止 核能占它的整个能源的排放量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零碳我们其实很清楚 包括了太阳能 包括了风力发电 这些属于再生能源的 那么它把它列进去了之后呢 河南发电在欧洲整个地区 占零碳发电的百分之四十三 其实比例非常的高 而且他们判断 到2050年 因为为了要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现在以欧洲地区来说 他们所设定的是2050年碳中和 如果你要达到这一个目标的话呢 他们估计核能的需求量 会是现在的2.5倍到6倍 这数字我看了其实也有一点点惊讶 但是它的报告里头 就是如果你用这个现在的 用这种最好的模式的话 核能会比现在多需求2.5倍 如果所有的人类的经济行为 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呢 那么可能核能需求量会是现在的6倍 否则你没有办法达到碳中和 那么这样大的一个需求量 未来的趋势发展会是一个什么趋势发展 这个是这份技术报告里头 最重要的核心焦点 它提醒 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核能发电的想象 都是大型的发电站 大型的发电厂 就像我们的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然后一个发电厂里头可能会有两个三个 这样子的反应炉 然后呢发出来的电力呢 动辄就是几百万千瓦这样 可是呢他说未来其实呢 最有效益的可能会是一种 这种SMR SMR是小型模组反应炉 它就比较便于新建 而且呢可以快速的组装起来 那这个对于去满足很多制造密集的这一些产业 尤其是像炼钢 因为炼钢这个产业 它需要的不只是电力 那么同时它自己在炼钢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量的使用化石燃料 如果你要让它在炼钢的过程当中 不依赖化石燃料的话 你就必须要让它转为依赖电炉 可是它转为依赖电炉 又必须那个电的来源 是来自于这个灵碳的能源的来源 那这一种炼钢所需要的 这种灵碳的能源的来源 电力的来源 绝对不太可能是那种不稳定性极高的 比如太阳能啦 水力发电啦 或者是这个风力发电 因为炼钢炉它是没有办法忍受 突如其来的这个缺电的 所以它必须极为稳定的供应 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一种SMR 它的未来的需求量可能就会变得高很多 除了这个SMR就是小型模组和反应器之外呢 他们并且提到了就是第三种微型反应炉 就更小型的微型反应炉 它这个对于各种制造业来讲 其实帮助会更大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会盖更多的大型的核能发电厂 而是呢 它这种小型的微型的这一种反应炉 对于各个产业来讲的话 它可能帮助尤其是制造业而言 帮助都非常非常的大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已经百分之百成熟的一种核反应的这个方式 因为大型的这种核能发电厂 其实到目前为止它算是成熟的 但是呢 SMR现在呢 快要进入商转当中 而这个微型反应炉呢 目前为止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年之内快速的商转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这也是这个UNECE 就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发表这份技术报告的很重要的原因 希望鼓励大量的资金 然后跟人才能够投入SMR 以及微型反应炉的这些相关的研究 我觉得在这边 不管我们是不是支持核能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个大的趋势 我们总要去认识它 这个现在的大型的核能发电厂 它有它的危机存在 可是呢 你也必须看到 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些事情 你要必须follow这些技术上面的一些进展 我觉得现在对台湾来讲 已经不只是缺不缺电的问题 也不只是说 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低碳的一些能源的问题 而是如果核能未来 它真的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连人才都没有 这才是我们现在很严重的危机 全世界现在进入了一个碳中和的竞赛 对台湾来说 产业经济高度依赖全球的趋势 如果我们在碳中和竞赛这个路途上面 我们落后了 那就是全台湾所有的产业 都必须要跟着落后一大截 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 我觉得这个礼拜的这三份报告 提供的那个趋势以及现实 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都要去关心的 好 非常谢谢大家来收听这一次的 YouTube的这个内容 非常谢谢大家 但你千万不要忘了 一定要按赞 要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要非常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